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固定在 每天晚上的6點半到7點 收看我們旗開得勝的節目 我是亞洲投顧分析師 張家豪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相信很多操作期貨的朋友們 最怕遇到的 就是像今天這樣的一個行情 什麼樣的行情呢 開盤的時候直接跳空大漲 但是大漲拉高之後 卻開始殺尾盤 到最後反而開始收斂跌幅小漲 我相信很多朋友 在今天的一個操作當中 會感覺壓力特別的大 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行情 其實以張家豪多年 在期貨市場上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操盤經驗 有一個準則 我覺得是不管遇到 什麼樣的行情 都可以保護各位朋友 都可以去做一個參考的 這個準則其實也很簡單 趕快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來 期貨的操作沒有其他的原則 第一個 你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你手上一定是要有多擔 同樣的 如果說指數它在大跌 那這時候你的手上一定是要有空擔 只要把握住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 不管期貨的市場 每天的一個行情 是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怎麼樣的一個難操作 各位 在你的心中 你怎麼傳合體要等你啊 來 舉個例子跟各位報告 怎麼樣的時候大漲有多擔 那大跌有空擔呢 來 跟各位報告 舉個例子跟各位報告喔 來 以波段指標為例 波段指標就是我會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一個初級至聖 那這個波段指標是針對 如果是習慣操作大波段的朋友 那我們一律依照波段指標的一個指示 來做一個操作 是我們重要的一個進場的依據喔 好 我舉的例子 是從12月27號的早上10點半 8520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紅色的向上鍵號 那出現紅色向上鍵號呢 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跟張家豪張老師 我們都是在同一分同一秒看到 那這時候呢 張老師一定會在發一通文字簡訊 清清楚楚的提醒我們的會員朋友 這個地方我們多擔 一定要進場去做一個佈局 為什麼啦 因為我們要去做到喔 在期貨大漲的時候呢 你的手上一定是要有多擔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多擔 一定要去做一個進場操作 那同樣的這筆多擔 在大漲了130點之後 是不是來到了12月31號的早上9點半 他在8560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藍色的向下鍵號 同樣的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不管你是在基隆也好 在台中也好 甚至說你是在屏東的朋友 我們都是在同一分同一秒 看到了這個指標 那張老師呢 一定會在發一通文字簡訊 清清楚楚的 再跟我們的會員朋友做個提醒 做個報告 為什麼啦 因為要做到 在大碟的過程當中呢 那手上一定是要有空擔 這個就是舉一個例子 跟各位報告 大漲時候要有多擔 大碟時候手上要有空擔 那到底依照的是什麼 依照的就是在你的手上 一定要有一個可以信賴的 輔助工具 清清楚楚的提醒我們 在最關鍵的那個時間點 他必須要非常清楚告訴我們 現在手上的部位一定要去做動作了 因為多空的能量已經改變了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下去喔 那同樣的 到了1月7號早上的9點15分 他是不是又在8545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紅色的向上鍵號 那看到紅色向上鍵號 當然第一個動作 先把前一筆空擔 前一筆空擔在哪裡 前一筆空擔就在非常高的 這個8560點這個地方進的一個空擔 一定要先把它平常出場 接著拿多擔順勢進場做一個操作 那多擔順勢進場操作之後 肯定一筆操作嘛 這筆多擔要虛報 虛報到什麼時候 虛報到下一筆空擔訊號出現的時候 那下一個空擔訊號在什麼時候出現 當然就是到了1月8號的下午1點鐘 他是不是在8579 這地方出現了一個空方的訊號 那同樣出現空方訊號之後 兩個動作 前一筆多擔平常 接著空擔順勢做一個進場 那一直到上個禮拜五為止 上個禮拜是1月10號為止 短短的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各位是不是看到了 其後的操作 怎麼去做一個操作呢 重點在於說 在你手上有沒有一個 自己信賴的輔助工具幫你做到 這幾乎三次到上個禮拜五收盤為止 幾乎都沒有錯 波段指標式是每一趟都做對 是不是他永遠都不會錯 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相信各位朋友可能看了很多 非常有台的一個電視 都覺得說這類指標真的是很省油 他從來不會錯 但是以張家好本身來講 我覺得能夠坐在這個檯面上 能夠跟各位朋友 各位好朋友來做一個報告 重點在於說 你必須要輕輕處處的跟各位報告 該是錯的地方一定要講得清楚 我在這個地方 我非常的肯定的跟各位報告 波段指標他一定會有做錯的地方 但是重點在於說他有做錯的地方 那這個指標他的穩定度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做一個參考 這個就牽扯到我們要怎麼樣去評估 一個可以信賴的輔助工具 來幫助我們去面對每天起貨市場 像今天這種行情怎麼這樣子跳空開高 然後又開高走低幾乎又殺下來 這樣的一個行情 來 提出一個幾個面向 給各位朋友做一個參考 當我們在評估一個可以信賴的輔助工具 第一點 它的使用要是簡易的 再來判定要是清楚 更重要的 長期下來我們要去觀察 它是不是具備一個穩定性 如果長期下來我們去觀察 它具備一個穩定性的話 那恭喜你 這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當然就是您可以信賴的一個輔助工具 那以張家豪本身來講 我一定會主動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這一個輔助工具 我們的輔助工具就叫做初期制勝系統 那這個初期制勝系統怎麼樣去做一個使用呢 來 我們請導播遭到初期制勝 跟各位做詳細的報告 來 請導播遭到初期制勝 來 各位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一個看盤的一個畫面 包括說有道琴工業指數 上海A股 甚至說德國股市 你可以 通通都有 那在機器的左下角有一個白色的小房子 這白色的小房子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為什麼要按下去呢 因為我們要看到初期制勝 初期制勝系統是我們提供給所有會員朋友的一個輔助工具 那是一個非常直覺式的一個系統 很簡單 所有的指標我們當然都是一個按鍵按下去 使用上非常的簡易 什麼叫做使用簡易啦 來 我們是不是只有看到兩個指標 非常直覺式 做當衝當然就要看當衝指標 如果是做波段呢 當然就要看波段指標 那怎麼看波段指標呢 一個按鍵按下去 他必須要清清楚楚的跟我們報告 到底現在是要多單進場 還是說到底現在是要空單進場 必須要這麼直覺式 各位 在盤中的時段 我們沒有那種多餘的時間去研究 兩道支撐 三道壓力 四筆多單 五筆空單 還要去看乖理 通通都不用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非常直覺式的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你只要清清楚楚的告訴我 到底我什麼時候要去調整我手上的部位 我的多頭部位什麼時候要把它換成空頭 那空頭部位什麼時候要把它調整成多頭 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來 各位看到 使用上要是簡易 一個按鍵按下去 它必須要跟我們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 到底現在手上的部位要不要去做一個調整 那你會告訴我說 那我看到的 那今天的波段指標到底是怎麼操作 來 我把剛才那個畫面放大 跟各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報告 來 今天是不是1月13號 1月13號的早上9點鐘的時候 波段指標在8614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紅色的向上鍵號 接著它在下午1點的時候 它在8574這個地方 出現了一個藍色的向下鍵號 同樣的 張老師跟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我們都是在同一分同一秒看到 而且老師一定會再發一通文字簡訊 清清楚楚的跟我們的會員朋友 去做一個提示 去做一個提醒 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去進場去做一個操作 那你會說 張老師 那你今天的操作簡直就是跟我一樣嘛 開盤的時候去追高 結果收盤的時候殺下來再去殺低 那這樣的一個指標 不就是一個阿台頭指標嗎 不是很恐怖嗎 那這種指標怎麼叫做可以信賴 我相信各位朋友 您說得非常清楚 不過我相信市面上 也只有我這個呆呆的分析師 會在這個地方 這麼清楚的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這比剛才我還要去做操作 很多從業人員 做到的都說得很大聲 做不到的都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我是坐在呆呆的分析師 我有這個義務 有這個責任 來清清楚楚的跟各位朋友做一個報告 沒錯 但是我們在評估一個 可以信賴的輔助工具 什麼叫做可以信賴 我們再看一次喔 來 我們再往前看 我們在評估一個工具當中 最重要的是哪一點 最重要的是信賴這兩個字 那這個信賴是怎麼去做一個產生的呢 信賴必須要由第三點 長期下來你去觀察 它必須要穩定有效 這樣的一個工具 值得自己 感覺很輕鬆的 在半斤的時候就照著做就好了 這種才叫做穩定有效 來 我們舉個例子跟各位報告 最近兩個禮拜 一直到了上個禮拜五為止 波段指標 我們觀察的重點在哪裡 大漲的時候 在你的手上一定是要有多擔 大跌的時候 你的手上一定要有空大 更重要的 長期下來系統規劃出來的一個穩定度 你在起貨市場上追尋到的一個絕對報酬 是不是做一個正向的增加 這個是一月的台子期 最近兩個禮拜以來 來 再繼續往前看 十二月的台子期 十二月的台子期它是分成兩段 第一段它是呈現一個趨勢盤大漲 第二段則是出現一個盤整盤的格式 重點在於什麼地方 重點在於你信賴的一個輔助工具當中 從十一月十九號到十二月十八號 這一段時間難道都不會有做錯的嗎 我敢跟各位保證 波段指標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定會有做錯的 但是各位去思考一個問題 既然它會有做錯的時候 為什麼系統規劃出來的一個信賴度 為什麼您追求到的一個絕對報酬 仍然是一個正向的一個增加 各位去思考一個問題 來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是不是每個月都一樣 每個月 奇怪 大跌的時候 手上有空單 系統規劃出來的一個信賴度 您所追尋到的一個合理的一個絕對報酬 卻是正向的 其實大家是不是已經看到答案了 重點在於說 它一定會有做錯的地方 一定會不對 而且跟各位保證它一定會有做錯 但是如果您有做到大跌的時候 你的手上有空單 系統規劃出來的一個信賴度 您所追尋到的一個信賴感 來 十月的台子旗 大跌的時候 手上有空單 大漲的時候 你的手上有多單 十月台子旗 十月台子旗 一直到十二月台子旗 一直到十二月台子旗 那一直到今天為止 你會不會覺得 我感覺很輕鬆的啊 今天 當初 波段指標 它怎麼操作 就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順順地做 對這筆單 一筆一筆單 對著做就好 因為我們知道 從十月台子旗 十一月台子旗 十二月台子旗 甚至到一月台子旗 它都是這麼樣的一個穩定度 那這麼樣的一個穩定度 那我們就順著做就好了 而且各位 它是不是有一個特性 它有做錯的時候 也有做對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 有做錯的時候 但是長期下來 它還是一個正向的一個信賴感呢 所以當它在做錯的時候 是不是隱喻著 接下來 很有機會 接下來又是一個大波段的一個開始 那大波段的開始 各位親愛的朋友 要不要跟上這一個腳步 要不要跟上這一個 這個穩定的一個輔助工具 來掌握接下來出現的這個大波段 其實 張家豪在這個地方 提供給這樣的一個思考 給在座的各位朋友 來去做一個參考 所以其貨的操作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訣竅 沒有 重點在於什麼地方 您必須要找到一個 自己信賴的一個輔助工具 你去觀察 它長期下來 非常的一個穩定 十二月台子期 十一月台子期 十一月台子期 都是非常的一個穩定 那再來就是 你就趁著它 有做錯的時候 接下來 隱喻著 它可能接下來 又是一個大波段的一個開始 掌握住那個 大漲的時候 手上有多單 大跌的時候 手上有空單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 一定是起貨市場 最大的贏家 這個是操作大波段的朋友 那如果是操作當中的朋友 又應該怎麼去做一個掌握呢 我們先休息兩分鐘 回來之後 緊接著 馬上跟各位做一個報告喔 星附發雙活會27918899 亞洲頭部出奇至聖 波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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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頭部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多在起掌點 空在起跌點 掌握多空趨勢 旗子看旗機 開機得第一 與其看大盤顏色 不如依照趨勢操作 亞洲頭部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 養生之道 只有今生之道 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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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養生之道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今生高麗人生精華裔 養生之道 只有今生之道 感謝各位朋友 再回到節目現場 那這一個節目 這一段的節目當中 要趕緊跟各位報告 如果我們是習慣做當中的朋友 那應該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其實以張家豪本身來講 我一定會交給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一個可以信賴的一個輔助工具 然後每天的一個當中操作 就依照這個輔助工具 在一開盤的時候 8點45分 我們就來決定了 走去當中 到底是如何操作 來 我們來看到 我們在評估一個 輔助工具的時候 第一點 我們要去使用檢疫 因為時間非常的緊湊 8點45分 一個按下去 必須要清清楚楚的跟我們報告 到底今天當中 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來 舉個例子跟各位報告 請導播照到出局之勝 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來 我們是不是非常直覺式的 就只有兩個指標 我們實際應用在操作的 就只有兩個指標 做波段當然就看波段 做當中 當然就看當中指標 什麼時候點 一個按鍵點下去 到底什麼時候點 8點45分 期貨一開盤 當中指標 然後就要把它點下去了 當中指標 什麼時候點 我們再來一次 8點45分 我們全國的會員朋友 包括張家豪 張老師 還有我們辦公室 所有的研究助理朋友 大家都在做這動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今天當中到底 應該怎麼做一個操作 我們希望得到的是什麼 非常清楚的一個指令 因為看到之後接下來 就是要直接跟演員員下單了 今天是1月13號 8586多單進場 這樣有方向嗎 這樣有點位嗎 有方向 有點位 就可以直接電話拿起來 下單了 什麼時候點 8點45分 好 8586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之後 今天怎麼去做一個發展的 來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8點45分的時候 當中指標點下去 是不是非常清楚 8586多單進場 那你的多單進場完畢之後 哇 今天反應要很快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當你的多單進場之後 哇 一路急速 往上拉抬了43點 最高點來到了8629點 今天我們老實講 今天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波動 而且各位的反應一定要快 那怎麼反應去快 依賴的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用感覺的 等你感覺會這些心怪 哇 今天最好的一段已經跑掉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各位 在你的手上 也要有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必須清清楚楚的 而且讓你非常輕鬆 蛤 看到8點45分 開盤了 好 當中指標點下去 點下去 8586多單進場 點下去 馬上就跟音樂員下單了 各位 期貨要操作 尤其是當初的兄弟姐妹們 在你手上 就是要有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好 我再舉個例子 跟各位報告好了 來 我們以上個禮拜五的例子 其實大家都還印象蠻深刻的 上個禮拜五 8點45分的時候 8541空單進場 什麼時候知道 8點45分 但是重點不在於這個地方 重點在於上個禮拜五 波動真的非常的狹窄 波動全天的政府只有32點 而且從早上的10點鐘到下午1點 幾乎只剩下10點的一個政府空間 我相信很多朋友 經過上個禮拜五的一個洗禮 到了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刷斷得人了 結果今天的一個政府 擴大到了63點 結果今天如果說 在你的手上 沒有一個類似 當沖指標這樣的一個工具 讓你在8點45分 期貨開盤點下去 他就清清楚楚告訴你 8586多單進場 直接下單 我相信 在今天大漲43點 最高點來到8629的 這一個過程當中 你都還沒有回過神 行情已經跑掉了 所以在各位 在你的手上 尤其是做當沖的兄弟姐妹們 各位 我們一定要有機師 有辦法去叫人騎拚 那你要打仗了 你有槍 沒有子彈怎麼辦 當然 這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工具 一個按鍵按下去 清清楚楚的 8586多單進場 電話拿起來就馬上下單 結果一下子拉上去 今天最重要的工作不就做完了 你會問我說 張老師 你剛剛不是說 一個輔助工具 第一點 使用上檢疫很簡單 真的一個按鍵按下去 再來判定清楚 8586多單進場 方向點路會都出來 接下來就直接下單了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穩定性 它的穩定性到底夠不夠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探討 來 我們看到 上個禮拜來講 上個禮拜 是不是從1月6號到1月10號 1月6號這一天 每天都一樣 8點45分 8554空單進場 結果這一天空單進場完畢 指數一路灌壓了51點 沒有問題 好 到了禮拜二 8534空單進場 這天我們會輸21點 這一天我們會停損出場 禮拜三 8556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完畢 一路往上 急拉了43點 到了禮拜四 8566空單進場 什麼時候知道 8點45分 空單進場完畢 指數一路灌壓了51點 沒有問題 那到了上個禮拜五 政府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狹窄 很多朋友 那麼窄的一個政府 就在那邊衝來衝去的 這一天 我相信政府只有32點 但是有人真的是輸了上百點 要不要那麼忙 要不要那麼累 當然不要 當衝指標點下去 8541空單進場 一天就是一筆單操作 但是重點在於 我們要去觀察 它長期下來 是不是真的具備一個穩定性 五個假日當中 是不是有一天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嗎 一個禮拜裡面 真的只有一天錯嗎 我們繼續往前看 8555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完畢 指數大漲82點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去觀察 是不是真的一個禮拜當中 只有錯了一次 張老師為什麼只有四個交易日 因為1月1號元旦 那一天是休市的 所以一個禮拜當中 好像真的只有錯了一次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來 我們再往前看了一個禮拜 8445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完畢 一路往上急拉了50點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直接找錯了 好像一個禮拜當中 還真的只有錯了一次 其他的多做對都沒有做錯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因為我們要去長期觀察 一個工具它長期下來 是不是真的穩定有效 來 12月16號這個禮拜 8388空單進場 空單進場完畢 一路往下灌壓了60點 接下來我們直接找有沒有做錯的 有 真的一個禮拜當中只會錯一次喔 好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我們直接找錯的 一個禮拜當中 還真的只有錯了一次 你會問我說張老師 是不是真的一個禮拜 只會錯一次 沒有啊 有一個禮拜全部都對的 11月4號一直到11月29號 這一個20個假日當中 只有錯了一次 其他的都對 舉個例子 從11月4號一直到11月19號 這一段時間當中 都做到 都沒有做不到 接下來呢 11月20號這天會錯了 會停損15點 接下來從11月21號到11月29號 又全部都是對的 各位 在你手上就是需要一個類似 這樣的一個 使用上非常簡易 而且它一個按鍵按下去 它判定很清楚 更重要的 長期觀察下來 它是真的非常穩定的 一個輔助工具 那當然啦 如果說 對於這個初級自身系統 也要再進一步了解的朋友 非常歡迎 等一下節目之後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聯絡 那服務人員會再更進一步的 跟各位做一個解釋 那最後啦 節目在這個地方 張家好也要誠心的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年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出各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別讓一時錯誤的行為 造成兩個家庭 終身無法彌補的遺憾 酒後駕車已經造成 許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僥倖 只要喝酒 就不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亞洲頭部 初期至勝 多段指標 亞洲頭部 02-2578-3777 2578-3777 多載奇藏點 空在起別點 掌握多空局勢 旗子看旗機 拍機得第一 與其看大盤顏色 不如依照趨勢操作 亞洲頭部 02-2578-3777 2578-3777 總統馬英九在今年元旦的時候 宣布將會由前副總統蕭萬長 帶領民間來推動加入區域經貿的整合 而且要在今年順利加入TPP以及RCEP 蕭萬長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明確地表達非常有信心可以達成 謝謝 你對於加入TPP的話 這個部分你有沒有信心 對於加入TPP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 謝謝 短短三個字 看得出來前副總統蕭萬長 這次絕對是有備而來 為了力拼加入TPP跟RCEP 馬總統再度請出經濟總舵手 成立民間推動委員會 對此經建會主委管中銘也十分看好 現在沒有錯總統親自在看TPPRCEP推動 也請了蕭副總統出來主席民間推動委員會 行政院有專案小組 也是由江院長親自公聚 就是要凝聚朝野共事 幫助政府拼經濟 金融研訓院舉行前行政院長余國華 百歲誕辰紀念論壇 會場貴賓雲集 包括中華經濟研究院長吳中書 永峰銀董事長邱正